哈喽你们好我是小杰 昨天用了七次机会打了一个一号公路驱绑第二 要是再给我点机会的话驱绑第一还是可以拿下来的 毕竟还是有那么丢丢失误的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也不是说展示自己跑的有多么好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跑法 其实还有一些可以提升的地方 就比如说左边这个视频是我后面跑的 然后失误也比较的多 那么可以看到左边这一个是慢了那么一丢丢的 看它是如何提升了吧 有些地方用甩尾跟小飘呢都是有那么丁点差距的 左边用了一个轻轻的甩尾 就可以看到差距是不是又拉近了呢 还有一个大家经常失误的地方啊 就是跳台延续的一个位置 很多人呢就是掌控不了对吧 但是呢我们左边这里是一个较大的一个失误 可以看到这边是直接飘起来撞墙拉一下 拉出这个双门发现距离其实又差不多 你们是不是看着也挺纳闷的哈 右边跑的也挺好 为什么左边这个失误那么大也能拉近距离呢 后面还有更过分的 左边这一个那么多失误你们也都看在眼里了 终点还撞了一下 但是你们忘了没有想到 照样也能跑一分零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小伴可以解答一下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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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小伴可以解答一下吗